生命里面的突破 来自于持续地经历蜕变 它是其他突破的根基 其他突破的根基 所以我要重在强调 一个是它的持续性 另外一个它是其他的根基 我就用四个slide很快地复习一下 这个以前都放过 第一个 蜕变是不同的生命 怎么样子从积的努力 神改变我们 不是要基变成有老鹰的表现 而是神把鹰的生命放在我们里面 让我们可以飞 让我们可以像鹰一样 脱离属地 脱离危险 脱离这个世界 给我们种种的陷阱 这是第一个 讲到生命 第二个 当我们在讲蜕变的时候 我特别不赞成用毛毛虫 变蝴蝶来讲蜕变 因为它还是同一个生命 毛毛虫的生命并没有改变 它只是它的生活的方式 形态改变了 所以讲蜕变 我不用毛毛虫做例子 我也不用小鸡 从鸡蛋里面出来做例子 因为这两个 它都是原来的生命 但是讲突破是重在说 你在一个困境里面 靠着生命持续地成长 而带来突破 所以刚才的蝴蝶就可以用了 就是当我属天的生命 在我里面持续成长 持续成长的时候 它能够让我突破 我原来被束缚的这种境界 所以破茧而出 这是基督徒该有的见证 因为我得到了基督的生命 这个生命持续成长 持续成熟 它会让我有一天破茧而出 让我能够翱翔在天上 同样的小鸡的故事也是一样 当它的生命在那里持续地成长 细胞在里面分裂 有一天破茧而出 它成为小鸡 那植物也是 我第四章也以前给你们放过了 就是讲到一个人 年轻就到城里面去打工 去打拼天下 后来成为一个企业家 三十五年之后 回到他的home town 发现他三十五年前 从这个古仓里面 拿的那一袋walnuts 在河边隔几步种一棵 河几步种一棵 然后剩下的半袋 回去放在古仓的阁楼上 三十五年后回来 他到河边去 当然这个并不是他种的 我只是找个土做个表号 三十五年回来以后 发现两河旁边绿荫层树 这个树漂漂亮地在河边 三十五年破土而出 长大成熟 他生命的丰盛 见证都被彰显在那里 他就好奇地在跑回古仓 跑到阁楼 找出那一袋 剩下的半袋 全部都黑了 旧了 老死在那里 同样的 一模一样的 一模一样的生命在里面 一模一样的壳在外面 但是当你生命正常成长的时候 他会破土而出 他会长大成熟 他会带来祝福 但是当我把基督的生命 扣留在里面 不肯经历持续地成长 不肯接受基督的替代 那么我三十年后 五十年后 我还是原来的渴 因为我不肯死 我不肯让基督 在我里面 来替代我 好不好 所以这是一个 看图说话 所以我再引用保罗 菲利比书第三章 也是我们很熟的圣经 很快看一下就好 不但如此 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 为要得着基督 使我认识基督 晓得他复活的大能 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 效法他的死 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 这不是说 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或翻译作 所要我得着的 请大家特别注意 在这里 保罗强调的两个 或者 为什么用或者 那什么叫或者 就的救恩来说 是完全的 没有条件的 就这经历来说 它是conditional 所以他用或者 关键就在于 我们不见得都会得着 所以他用了两个或者 他说或者 我得以从死里复活 或者我可以得着 基督耶稣所要我得着的 那么前提是什么 我愿意效法基督的死 好让基督的身 可以在我身上 被显明出来 所以他用或者 强调他的可贵 强调他需要人的在乎 人珍惜 人想要得着 所以如果你不珍惜 不在乎 我们是得不着的 另外 不见得都得着 也没有关系 保罗等人告诉我们 他就是忘记背后 努力面前 这是底下接的那段话 他说我乃是竭力追求 我或者可以得着 神在基督耶稣里 所要我得着的 这就是保罗 他也不见得 每一次都得着 对不对 他可能也会有 自己的软弱 可能也会自己的 灰心沮丧 失去信心的时候 但是每一次 他都提醒自己 要竭力追求 要忘记背后 要努力面前 或者我可以得着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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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